好 第二節了 回到第二節 星期二得道 這個是晚上錄音 星期日的特地 這幾天其實外面都有一些動靜 就是有關於建制派的一個很特別的動靜 我們先說三個特別的動靜 這三個特別的動靜 我覺得可以當成是同一條線的陰謀 是 我都說是 簡單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叫做《市民香港》 就出了一個動靜 就將曾鈺誠2014年 就去見黎智英的照片 就剪出來 就剛剛去見黎智英 接著就說他倡議這個叫做特赦 說他當然有頭髮 是 所以曾鈺誠就出了一個帖子 就反駁 就說被人陷害 是 沒錯 這個第一件事 其實都幾少有 曾鈺誠 跟他們意見不同就知道了很久 去到曾鈺誠覺得被人老鬱 要出帖子去解釋 其實都去到很過分一下 基本上曾鈺誠是跟那些傳統的土共 這個是反面子的 整個民建聯他是沒有辦法談的 是 因為那個李慧琼 據說是他的徒弟 但是他跟他完全沒有辦法談的 是 這個 這個真奇怪 我們其實已經講過很多次 曾鈺誠已經被擠出了權力核心 所以他已經是跟左派 我想已經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乎左派的國慶酒會 回歸酒會 也都不會請他出席的 他在家裡只有一個人 基本上 他可以說是被整個左派放逐了 所以他要回朝 我想全宇宙只有一個人 會覺得他有能力做特首 或者他有機會做特首 當然那個人是不懂得看的人 那我們不要說誰了 你自己檢查一下就知道是誰了 好 那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是羅帆昭芬今天呢 就出席電台節目 那他就說呢 行政長官其實都可以自己辭職的 沒問題的 那這件事是羅帆昭芬是什麼人呢 我想大家呢 就是溫馨提醒大家 那這條牟利呢 大家都記得一個 飯局就叫小桃園飯局了 是吧 沒錯 他是梁振英呢 是一個競選的這個要員 也是一個小桃園這個黑社會 黑金飯局的一個重要主持人 是 是的 還有他是教統局的常秘 是的 也都可以稱為這個梁振英的親兵 這條牟利 就是香港被他搞壞了 那些教育 教育被他搞壞了 而且呢 這個人都是賤到沒有人有的 這個是搞到學生自殺的 基本上是 連那些教師都自殺了 他不是只是學生這麼簡單 連那些教師都自殺 他說如果真的有問題 就是他當時說那些很離譜的說話 如果有問題 誰知道兩個教師自殺了 應該更加多了 這樣說 那這些這麼混蛋的人呢 其實真的 真的 就是怎樣詛咒他 都沒有 就是都不會有獨立的成份 你怎麼說都可以的 好了 那還有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呢 就是有個叫做 香港美籍印度人 叫做Michael Tugani 他的名字叫做柱簡寧 在《信報》寫了一篇文 他那裏有地盤的 那篇文 不是《信報》 好像《明報》 那他寫的那篇文 主要內容呢 就講到很開明的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政府其實已經是面臨倒台了 那就不行了 沒得管下去了 是 話風一轉 他講了很多香港的問題 是實在的問題來的 《信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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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他呢 之前講的東西呢 全部都比較 其實都是真是現實來的 政府做得不好 怎樣怎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親政府的了 很難的 講的東西 那這次呢 大家知道 是 罕有地呢 就攻擊政府 整個政府基本上被攻擊到體無遠夫 但是 話風一轉 他就攻擊了另外兩個人 是 他就說 這個叫做鄭若驊呢 就跟林鄭月娥一樣這麼傲慢 嗯 這個人呢 基本上呢 根本就不應該他存在 應該要辭職的 嗯 那跟著 炮咀呢 就瞄準另一個 叫陳志思 他說這個人 逃犯條例說的時候 他出來支持 到了 一百萬人示威了 他呢 就出來就說 要撤回 現在不行了 他就說 他用個字眼 是啦 他用個字眼叫 徐風擺柳 陳志思徐風擺柳 兩面三刀 沒錯 他說在林鄭月娥身邊 不需要這種兩面三刀的人在 這句我同意 林鄭身邊不需要有這個人 不需要有這些人 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應該送走林鄭 其實林鄭都不應該存在 其實對於香港人來說 林鄭不存在 他身邊就不會有這個人 是啊 只要把那個弓 拔掉他 那下面那些瓶 不就全部都散了 是嗎 是啊 琴柏先琴王 已經先琴了林鄭 是嗎 這三宗事 這三件事 表面上 好像 這次呢 必須一併解讀 必須一併解讀 其實如果獨立看這件事 沒有什麼 前朝有些人 或者有些左嘴 這個叫柱簡陵 典型的左嘴 你會以為 你會以為 柱簡陵 重新投向人民的懷抱 講一些話 這麼好 這麼開明 是啊 會突然這麼開明 是什麼原因呢 大家 要從 他們的背景 開始 開始想回這個脈絡 柱簡陵 一直都是為梁振英 講話 說了很久很久 這次他的矛頭 是指向這個 未來 下任特首的熱門人選 陳志思 是 他的目的其實很顯然意見 就是希望 為他後面那個主子 消滅這個 或者呢 中傷這個 叫做 對他這個主子有危害 或者會競爭的人 那第二個 羅范照芬也是梁振英 身邊的一個親兵 他甚至幫梁振英去招攬黑社會 去支持 小桃園飯局的主持人 當這些 政府高官每一次 就是說人家的 示威者 那些行為好像黑社會 叫囂 那些人就會馬上 貼回小桃園飯局 那張圖出來 黑社會叫做是你們 黑社會多些 是你政府引入的 黑社會 那第三個就是 市民香港 市民香港是不是梁振英搞的呢 當然不是 但是 是梁振英時代 他的勢力 搞出來的 這個專業 他要打擊的 也都是 曾經 那外面坊間有一兩個人說 他會有機會做特首的曾鈺成 那當然 這支戰呢 就當然是沒有這麼什麼的了 沒有這麼重 原因就是曾鈺成 其實從來都不是一個權力圈裡面 根本呢 我覺得那個問題 不是要打擊曾鈺成 曾鈺成那個選舉那個問題 我覺得 如果這樣看 是一個錯誤看法 如果一個問題是 就是曾鈺成當他講一些東西 是開明一點的時候 他直接是要做一宗假新聞 來動他 直接去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這一幫這樣的勢力呢 是不惜 要攻擊這些舊的建制派 一些比較溫和一點的建制派 或者給一些開明的建制派 去掌握他們自己的話語權 不惜 拿一張舊照片去做一宗假新聞 是 就是你來到這一刻 他們是 因為說真的 你要做一個page 多人看你都需要時間建立 那個媒體 就算你多偏頗都好 就是他都不惜要做一宗新聞 是曾鈺成一定是會踢爆他的 都要動他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是的 這個呢 我認為 我認為 除了三支暗戰之外 大家的解讀就是 現在這一幫人 其實他們是相當之大壓力的 其實 這一幫勢力 是的 真的很突然 非常緊急 那我們在這裏解讀呢 你想一想那個情況 三個勢力 其實這三支箭都跟梁振英有關 是的 即是說 我們如果以我們解讀呢 就是梁振英 攻擊曾鈺成 攻擊這個陳志思 那就搞了這個鄭若驊 再攻擊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判理的 羅范不是他的人來的 從來都 看清楚 沒錯 一個呢 就叫你可以辭職的 你可以走的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接你了 我們已經打算做夠你的了 跟著呢 就攻擊那些 有機會做特首的那些人 那還有呢 廣野手說 開明那些呢 都被攻擊了 因為 因為 很明顯 因為 很多句 他除了要打低競爭對手 其實他是不可以給那些溫和勢力鋪頭 你明白嗎 這個是建制的那些激進力量 就是專講那些搞鬥爭啊 是反港獨啊 就是這一幫啊 專搞這些東西的 是 連周庸都消失了 周庸講的東西 雖然你說大家都很討厭他啦 周庸 但是其實 嚴格來說 他講的東西是不夠他們的 是呀 所以他鬥輸了 鬥輸了 是 他們的市場 他們有需要再激一些的市場 周庸真是融入了 這個解讀呢 其實是不是代表梁振英那邊的勢力 是感覺到林鄭月娥快要倒台 他們做好一些準備 又或者想做一些東西影響到他提早下台呢 不過其實我有些擔心的 其實他們做這些動作呢 我是有些擔心的 反而 是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 覺得 中央的看法呢 過往就是要打壓你這幫力量 其實 要捧著林鄭上去 當初就是為了要修補這個所謂的撕裂 是 所以其實 會不會反而這一刻 就是中央會覺得 如果你們這幫舊勢力 這些激進力量 又被你 擱個頭出來的時候 那我就寧願留住林鄭先 就是 我反而擔心這件事 但是當然 你可以說 其實現在是一個幾方角力來的 是 其實我覺得現在呢 香港建制派分成三派 是 第一派 就是現在林鄭這幫當權派 當然被人打到 是 沒錯 這幫是中聯辦這幫勢力 他們呢 其實在香港 現在這個中聯辦 是被 林鄭架空了的中聯辦 但是他也固有勢力在這裏 所以他們也都覺得 以往的那些途徑全部都漏的 以往收收的那些資料啊 或者以前的那些情報系統呢 基本上是不行的 全部的情報都不是真的 是嗎 那第三方勢力呢 就是以梁振英為首 這幫土共 這幫舊勢力 想奪權 想重掌政權 所以呢 他們一方面攻擊林鄭 還有 接下來有 有可能性和他競爭的人 是 所以其實他們說真的 對他們最大威脅的 其實都是陳指思的 就是 最有上頭的那個 基本上是 是 因為我們現在判斷 其實已經講過了 就是中央之所以換得了林鄭英 就是因為 就不妥理這幫人搞風搞雨 不想你搞到香港那麼撕裂 但是現在想不到林鄭月娥 比梁振英更加撕裂 他已經沒有用那幫人了 但是都這麼撕裂 其實中央 我認為大家那個 那個看法要再闊一點 因為現在 其實很明顯 現在的中聯辦 是發揮不了她真正的角色的 因為她是被林鄭月娥架空了 就是根據我們的判斷 是吧 沒有發覺力 其實沒有發覺力 因為沒有 逃犯條例 只有林鄭月娥推的 她是沒有角色的 初初 到後期 林鄭月娥搞不定 石禮謙拿樓灘 一路都拖了幾個星期 她才要求中聯辦做事 甚至乎她可能沒有要求 直接向中央打小報告 說中聯辦不幫 說中聯辦去做 抬工 是啊 中聯辦住出來開一個大會 可能被人訓斥了 被北京訓斥了 就說她抬工 這個是我們的評估 因為根據整個以前我們收的資料 還有實際 我覺得我們這個會比較接近真相 那現在中聯辦 其實應該是想重建回她的網絡系統 或者重新設定了以前接收資訊的渠道 她一定要的 這一刻 香港這麼大件事之後 她沒有可能再用舊的方法去處理 這個問題 我一直在說 到底你是打算捏得更加實 還是你真的要去聽真意見 去改善香港呢 改善現在的交障關係呢 其實我覺得你是不可能捏得更實 這個肯定 200萬人之後就是300萬人 你這樣搞 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因為香港是什麼城市 你想想想 香港是一個740萬人口 但擁有1500萬部手機的城市 當你中國都會搞5G 美國會搞6G 喂 一條片 全世界在3分鐘之內 起碼有2、30億人看到的 你想想 中國 它能不能夠放棄香港 能不能夠在香港亂來呢 這個不可能 我告訴你 那些信息是可以出到的 我肯定 很多加密技術 是可以出到的 你封鎖不到的 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肯定是 你以為用金盾工程可以擋到 加密技術 流出的信息 你封鎖不到的 完全 是啊 就是用博青的概念 沒錯 是 現在 我們之前說 有些聽眾 來自阿聯誘 巴林 跟著 列支敦士登都有 我們盧森堡都有 我都想一想不到 那天 我們做街站的時候 有一位來自阿聯誘的 他剛剛下機 阿聯誘過來的 他說 可能流量是他都未定 來自他都未定 他說 他遊行完之後 那兩天就回到阿聯誘 那那個是真的 我們真的有阿聯誘聽眾的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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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見網友都忽然間 說說說話 旁邊有第二台 發現了我們是主持人 聽到我們的聲音 今天我們有個加拿大網來找我們 我們聊天的時候 可能太大聲了 那 今天我們在JW見他 那之後呢 有兩位呢 就在 後面吃東西的 那聽到我們的聲音 他向我舉杯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還知道 是不是和我 這樣 他說是呀 你是不是升旗易得道 這樣 才知道我原來是聽眾來的 他說 習習追的 聽開你們的 這樣 那他也說 都表示會來幫忙做義工 好了 另外再說 我們講一下 是 所以再呼籲一次 那個二二二計劃 我覺得 其實應該我們的訊息 我們再講一次 就是呢 其實現在 整個香港 那個 那個叫做 以往 北京接收渠道 那些呢 他已經完全不再相信的了 因為他被你們香港 就是被你這幫人騙得透 那麼中聯辦呢 肯定 背了大鑊的了 現在他們應該是要 重新建立一個 接收渠道的系統 我們 我認為呢 現在其實 林鄭是會倒台 那麼 而梁振英 這些土共救勢力 也都想奪權 那麼 現在唯一 一定要制止這件事 對嗎 是啊 一定制止這件事 一定要爆它 是啊 那麼現在我們其實 是要反映給上面聽 我們第一 我們不會要 我們一定不會接受林鄭 一定要她下台 但是我們也都 不會接受 梁振英 這些舊勢力回潮 因為我們 我們更加 我們很痛恨她 那麼當然呢 我們也都不會 不會要求中聯辦來管治 因為她的角色 是要反映香港 她是一個聯絡的身份 大家記住 當然 但是我們一定要 我們其實 也都不要太抗拒中聯辦 既然你的身份 叫中央聯絡辦公室 你是有責任 把我們香港的東西反映給中央 而且 如果我們香港 有信息要聯絡中央 你也都有責任幫我們傳遞 是嗎 是 沒錯 這個是你的角色 這個是你的角色 在這個現正事現實 在這一刻 當下的政治現實 就是最合理的辦法 這個理論上是 是的 我們不是要她來管治 因為我們就要叫新普選 跟她沒有衝突的 其實 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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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真普選 你中聯辦的角色 都是跟香港 溝通的橋樑 你就不是那些 一個權力核心 也都不是不准 也都是不可能說 要來干預香港的事務 你是一個溝通橋樑 但是 有時候大家 這些年輕人 入了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我要抗拒大陸的魔爪 就是要 要否定她的每一件事 說真的 就算台灣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其實台灣一樣是 比大陸所謂的干預 她的手一樣是伸進去的 伸得很入 伸得很入的 一樣 她給我們 不會因為你燒那本基本法 就令到她的手現在沒有了 是不會的 是的 這個肯定 所以 我們其實是要重新檢討 我們現在對抗政府的策略 因為 我們其實是要借助一些外力 那個外力不是來自於英國 還是美國的 因為遠水其實救不了近火 我們反過來 應該是反映給上面聽 你們現在林鄭 比梁振英還差 我們是不要她 那麼梁振英呢 我們都不要 因為她都是很差 我們都不會 我們兩個都這麼差 所以 你麻煩 給我們真普選 這個是香港人的訴求 你要中聯辦清楚 向北京表達 其實你只要給香港雙普選 香港人就會馬上變成順民 是 這個是 你有民意基礎 那你就會有民意基礎 哪怕 哪怕那個是葉劉 如果選民真的投給她 你給全香港市民投 那大家都要接受這個結果 是啊 如果香港人有幾百萬票 他要下幾百萬票 那你難道不承認啊 是吧 亦都很難說 政治的事情 可能很受歡迎 突然間 可能講些話很開明 可能 就是可能 總之我們不理 現在問題就是 你答應了的 要找數 而且 中聯辦也有這個責任 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真正民意 喂 你是要聯絡辦公室 你 如果不聯絡 那你怎麼說 就是 叫做 叫做 失職 是吧 失職的應該墮樓 不是開玩笑的 是吧 不準 先去查辦 查辦 先去查辦 這節時間 是不是差不多 是啊 沒錯 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講一個更加重要的話題